前年养老的老人为什么都后悔了 73岁老人说了心里话 在正式退休之前 我们一般都会想好有关晚年养老的问题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他们往往会想着 自己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 将他们抚养成人 以后子女给父母养老也是应该的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多的老人就感觉到 如果说以后还把自己的养老问题 建立在依靠子女们的身上 那多半情况下就是行不通的 因为子女们到时不仅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而且他们自身的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这时我们有些老人更多的 就是选择了自己存钱养老的养老模式 按理说老人养老不靠别人 就只靠自己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事情 可是我们有些老人 就是因为当初选择了这种养老模式 而多年以后 他们就是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73岁老人中大爷的叙述 我已经退休十多年了 现在每月有将近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实话实说 这些退休金也是完全能够 我和老伴两个人日常生活的 而长久以来 我都有往银行存钱的习惯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 更多的就是觉得 将来靠子女来给自己养老 多半是靠不住的 既然如此 我还不如早点自己存钱养老 当初大儿子生小孩 儿媳就想让我老伴 去帮助他们带孩子 当时我老伴也没有上班 在家里面闲着 即便如此 我就是并没有同意老伴 去给他们带孩子 而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知道带小孩 是一件非常劳人伤神的活 我不想因为老伴 去给他们带孩子 而把自己的身体 给就此搞垮了 我当时就让儿子儿媳 他们自己花钱 雇请一个保姆 来给他们带小孩 虽然我当时明显感觉到 他们非常的不悦 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得没错 后来大儿子又说 自己要买新房子了 钱不够 让我借点钱给他 我也没有同意 而后来 儿子又以其他名义 给我借钱 我也没同意 我就知道 这是我存的养老钱 而这累计几件事情的发生 也让大儿子和儿媳 就是和我的关系 越走越远 他们甚至于逢年过节 也不回家 来看望我们老两口 可当时的我 就是一点都不在乎 我自认为自己晚年 是靠自己存钱来养老的 于是 我也没有过多地计较什么 而对于我的小女儿 我同样也是用这方法 去对待她的 小女儿当时生小孩 我也是让她花钱 雇请一个保姆 来给她带小孩 而小女儿平时 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同样也不会借钱给她 而是让她自己想办法 不是我心狠 也不是我自私 而是因为我害怕 我万一把钱借给她们的话 到时候 她们万一没钱还我 或者是不把钱还我的话 那么 我晚年养老咋办 从那以后 儿子和女儿两人 就是和我渐行渐远 我当时也知道原因所在 可当时的我觉得 只要我手里有钱的话 我将来完全能够给自己养老 他们和我关系走得远近 就是一点都不会影响到 我将来的养老问题 当时身边还有人提醒过我 不能和子女关系搞得太僵 可我却满不在乎 至此 我和子女两个人 就真正的形同陌路人 他们过他们的生活 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而我为了能给自己和老伴 存够足够多的养老钱 我在退休之后 就去了某小区当门卫 每月三千块钱公司 而老伴就和我在同一所 小区当保洁 每月两千多块钱公司 这样的生活状态 持续了七年时间 再后来 我们的年龄就是一天比一天大 我们也干不动了 于是 我就和老伴彻底的辞职不干了 这时 我们的手里面 也有了一笔不菲的养老金 于是 我就和老伴找了一家 相当不错的养老院入住 此时住在养老院的我就别提有多开心了 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了自己存钱养老这条路很对 可在养老院住了没多久 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老伴突发疾病 我联盟把他送到了医院 老伴住院花钱十小时 关键是 老伴住院需要有人来伺候 我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的儿子和女儿 可他们却说让我自己花钱雇人伺候 我当时就有点茫然了 这怎么像我当初说话的语气 后来我一气之下就花钱找来一个护工来伺候我的老伴 只是半年之后我的老伴就还是因病去世了 此时的我才真正明白了 人才两空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经历过失去老伴的痛苦之后 我也是彻底的病倒了 最开始我还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病情越来越重 好在我此时手里面还有退休金 于是乎我就雇请了一个住家保姆 来照顾我以后的生活 虽然我给这个住家保姆的工资就是并不低 但是实话实说 这个住家保姆就是对我一点都不好 就连最基本的一日三餐 他都不能让我满意 我早都想辞掉他 可我要是把他辞掉了 以后谁来伺候我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我的一对子女来伺候我 而目前这种悲惨局面 我就是实在忍受不了了 可我知道 就凭我当初对一对子女的所作所为 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来伺候我的 我现在就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是断然不会选择自己存钱来养老这条路的 结语 首先 中大爷把自己的养老问题 更多的就是建立在依靠自己 而没有完全依靠子女的基础之上 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没有错的 俗话说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人来说 不论是在任何时候 在自己的养老问题方面 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也就是说 我们固然要懂得给自己存钱 但更多的时候 我们也要懂得和子女之间搞好关系 因为钱并不是万能的 而且 我们谁也不知道 明天与意外 哪个会来得更早 万一哪天遇到钱解决不了的事 还能有个人帮忙想办法